中文人壽,香港超級聯賽 有大埔主場對著李文 這場球的緊要性是 會否看到今屆的聯賽冠軍 會否大埔可以令李文失分 又或者大埔可否更加上一個前列的位置 開賽初段 有安妮雅這個全中球散開加比爾 彈中尾的位置 開賽很早的初段 說了兩分多鐘 但變相角球出現了球 前線一線後處見到 今場曾經效力過大埔的杜杜 回來大埔運動場找到入球 當然要稱讚在前線後的球員 這場球還剛倒過,身高1.98米的 馬高斯山道士 杜杜就進入球後 其實雙隔只有3分多鐘 花靈也被在區域中空曬的艾華頓 一拿一石 其實艾華頓一直在區域中沒有人指定 一拿再找到遠處 開賽5分鐘 李文勒已經有一個dream start 這麼重要的 爭取聯賽冠軍的比賽 已經可以兩球領先 去到10分鐘 差點有3-0 安妮雅一個cutback 後上的胡俊銘一蛇 但過不了 滿章的蛇家榮 但轉過頭馬上一個快開的角球球 這邊是保利筍 給亚華頓一個overlap 再踢到中間 胡俊銘的後腳 找到滿纏 輕鬆射入 都是倒鍋的保連盧 說著差不多11分鐘 李文來到大埔運動場 已經3-0領先 我相信很多球迷都猜不到 3-0後大埔才如夢初勝 才錄得這場球 叫做第一個射門 是內置雷仙奴 最後他們打到角球 找到入球 就是前鋒的卡朗 一個漂亮的角球 打算找前線 在前處的馬高斯山道士 一輪在混亂之下 看到卡朗在混亂之下 為球隊射成較接近的比數 3-1也是上半場的戰果 但是原本就有機會可以再增添入球 說著大埔這一邊 在禁區裡面有個犯規 看到就是顏樂鋒 以及大埔的前鋒就是卡朗 有些身體的碰撞 看完VR之後 決定也來得很快 決定就是顏樂鋒 以及卡朗那一刻有用手拉人的情況 就給了這個12碼 處理就是中堅的馬高斯山道士 但是他的處理就是過不了陳家豪的球 陳家豪也捉到盧 最後一球就撲走 以至不至上半場 就給了對手射成較接近的比數 鏡頭也看到安達臣 這位香港隊教練也有來看球 當然兩隊有很多香港隊的球員在那裡 下半場了 蔡立正也是這場球大埔發揮其中一個最好的球員 在左路面對著胡俊銘 胡俊銘就開賽的時候 他是一個防中 但是就黃俊濠受傷 他踢回右閘的位置 這球球這場球 這場球另一位球員 杜杜的表現都出色 再到這邊是大埔的攻勢 蔡立正速球中間一線 後上了卡朗的賣門 也有另一位李文忠堅 宇偉廉就包含他的位置 下半場大部分時間都是說大埔的主攻的情況 偶爾有些反擊的情況 包括這一下就是艾華頓 尋回他的軌跡 射到遠處 但是過不了門 最後謝家榮 去到80分鐘階段 射成較接近的比數 終於找到同樣的方法 一個內彎的角球 來自蔡立正和馬高斯山道士的組合 中微之後找到後上的陳兆均 一個投槌入球 剩下10分鐘的情況下 射成3比2 變成較接近的比數 令到長球推向一個高潮 到最後階段 看到陳兆均推到第一線 衝到中間 但是找不到自己的任務 今天要去到最後階段 李文要踢一個三中堅 五後衛的情況 找到馮慧華出來做防守 因為對方整個下半場都壓著李文來攻 到最後階段保持 看到陳兆均推到陳兆均這個投槌的機會 也是最後的階段 找不到入球 也是李文在3比0領先下 失去兩球 但也成功來到大埔運動場 以3比2擊敗大埔 來到大埔運動場 成功全取三分 從來這裡 等到達了 進去